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 现在进到我们和风谈判课程的第二讲 检验我们的谈判筹码 谈判是赤裸裸的权力游戏 常常以前有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我讲话结结巴巴能不能谈判 那我是说结结巴巴 你的缺点是没办法把意见表达清楚 但你有优点 你绝对不会抢答 你绝对是最好的听众 反正你也抢不过人家 对不对 但是真正重要是谁有求于谁 当我有求于你的时候 你讲话再不清楚 我也得强迫我自己 把你的话听完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有求于你 我得听你讲话 所以它是赤裸裸的权力游戏 常常有人说谈判是不是心理游戏 谈判我们觉得呢 它本质是权力 心里是外面那层皮 好了 权力 和我们讲筹码 什么是筹码 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 我每一个人上桌之前都要想 我拥有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 所以你一边看这个维克城 你一边拿个指出来记一下 你想一下 对不对 我们是一边走 谈判的学法不是这样 不是听个演讲就过去了 那要沁的 你要回家去思考 我有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 那人家要的呢 东西我们这里做广义解释 它可能是金钱 它可能是物质 可能是拥有什么空间 比如说你在办公室里面 你是负责管会议室的 你说你没什么权利 那人家要会议室得登记 那你这边得批准 或者你有什么信息是人家要的 今天是个信息的时代 谁拥有信息 谁的起步就比人家快 对不对 信息人家要的 专业 你有什么专业是人家要的 老板要 还是你的老板要 或者是你的客户要 你有什么专业 人力 人力 我是总务 我底下有一些人 一些人我可以随时调动 对不对 有别的单位呢 他一个主管 可能是主管 可是他是空心的主管 他底下没人 没人 那他需要我呀 那我有什么人力是他要的 人脉 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讲的关系 你有什么关系人家要的 通路或者渠道 或者能力 你有什么能力 你展现出来你有什么能力 或者是行为 为什么行为是人家要的 对不对 因为很简单 你说你是小孩 小孩我们常讲说 会吵的小孩有糖吃 对不对 你小孩哭 哭的妈妈说 哎呀客人要来了 你不要哭不要哭 好了给你个糖果 你不要哭了 那小孩拥有什么东西 是他妈妈要的呢 那就是行为 什么行为呢 就是不哭嘛 对不对 你总要找嘛 你有什么东西 是人家要的 那有没有人家要的之后 我们还想 这里面有没有世代的问题 有没有世代的问题 你的世代问题 你说你是几零后的 你的谈判对象是几零后的 对不对 不同世代 他成就动机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他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吗 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很重要 对他来讲是一样重要吗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你要想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 然后我们更重要的 还不是他要什么 我们重要的是拥有 拥有人家要相信你有你才有 不相信你有你就没有 有人讲老师 我有这东西 人家怎么不相信呢 对 你有东西人家相信 可是你有这个能力 人家不见得相信呢 所以有的时候 你跟别人做生意 那需要两三年时间 才建立起你们中间的互信呢 他相信你有的能力 对不对 我有的能力 可是拥有东西还不打紧 真正重要的是 人家得想要 怎么让他想要 你用各种说服的技巧 各种东西 你要想办法让他想要才算数 他的想要很重要 拥有让他想要 要不然你在想 他想要什么 我设法拥有 所以拥有找想要 想要找拥有 这是一个圈 有圈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很简单 我们做市场调查 现在流行讲大数据 对不对 你从大数据 你也是找 就是他要什么 常常有人跟我讲 说老师 我又说真的很难找出 我哪知道他要什么 你就算不做市场调查 你就算不做大数据 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什么呢 贴着他 你贴着他 保持接触 不断发问 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人常常这样子 我们想要什么 他会变的 昨天我想要 今天不要 昨天不要 今天可能想要 对不对 贴着他 你抓到他 想要什么东西 你进去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要讲 拥有人家想要的东西 然后你要去判断 多想要 他多想要 多想要 你要 所以我们要看看 我的筹码 能够承载了多少的 多重的要求 我要的太少了 我浪费我的筹码 我要的太多了 他承载不了 所以拥有对方 想要的资源 这在谈判 非常重要 所以你先想看 而且你把我 今天这一讲的 跟我们上一讲的 再对照一下看看 我今天我是假 假如我先跟饼谈 我没有拥有饼 所想要的东西 我有没有拥有 以所想要的东西 如果发现 以能够对付得了饼 所以我不是想 我跟饼怎么样 我跟以 有没有办法 透过以来影响饼 所以咱们权力 你真的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讲谋略 决胜千里 你的真正的筹码 不是对方这个人 我可能用到另外一个人 打他 折射 折射 折射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你一定要先想 先把这件事情想好 我们才能想 我们后面怎么布局 想一想 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一场有无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次再见